你記不記得很久以前那部電影 有一部電影是史太龍做的 說他是不是是史太龍 冰凍了很久 那個是 欣子丹 冰封盒 類似這個 那個是元彪 冰凍其合 欣子丹就是冰封盒 我記得史太龍的電影都是這樣的 一動凍了很久醒來 完全沒事 而且別人以前也說過 這種冷凍法 都可以是將來的一種 譬如有些病雜止驗不了 一動凍了就先冰住它 冰住它 但活不活就沒人知道 早兩天有一隻不知道什麼馬 是四萬年前的 在西伯利亞找到 那些科學家專家很小心處理 之後解剖中了血流 反而那個反而是冰封了 四萬年前 那些血還沒瘋了 解凍了 還有一隻小小的馬 但這個新聞其實挺厲害 因為如果以 剛才我說的冰封了 不知道多少年後 又弄醒它那些氣 但這是真事 一個美國少女 39年前 80年的時候 有一次因為車拋扭 走到朋友家 打算 因為太冷了 他又回不到家 就去朋友那裡 誰知道很冷 他只是穿著很薄的外套 唯一的保暖就是手套 走走走走走到朋友家附近的時候 雖然暈倒了 暈倒了 冷到暈倒 暈倒了 但當時在零下30度 他就暈倒了一個雪地 六個小時後 六個小時後 臉都冰到硬了 糟了 你看視像 就是這樣 當時的朋友剛出門 看到他在這裡 就把他拖回家 他說他簡直是一塊木板 只是一塊板 他覺得他應該死了 但他已經看到他的鼻孔 有一點氣泡 送到醫院 醫生也覺得他應該死了 醫生也說他應該死了 這樣就奇怪 拖他回家 又不馬上送他去醫院 搞他一輪才送他去醫院 可能他也要叫車 他的瞳孔擴張 眼球就像我們看的 你看視像 你也知道要冷到硬絲 硬的 眼球也凍結了 醫生說皮膚硬到 其實會冰傷 凍傷 沒錯 那些要截肢 手腳凍 眼球那些都不能用 醫生覺得應該死了 不過也試試找電熱箭 跟他包著 包著過了一會兒 移動了 還有有一點聲音 在喉嚨出來 到了下午已經整個復活了 即是已經可以對答如流 第二早用出去低血人 還說我爸爸不知道會否罵我 我弄壞了他的車 他很幸運 冷了六個小時 零下三十度 即是眼都硬了 好像我們在街市買一些凍雨 眼就硬了 而且眼球已經零下三十度 之後再解凍也還可以 還可以運動 醫生本來以為他的手或腳 都可能會感染 要截肢 沒有 任何事都沒有 49天後 康復出院 零 即是沒有任何傷害 49天 什麼事都沒有 復活 沒有任何事發生 即是他的人生一律繼續 結婚生子 這叫什麼 貪得無厭 上得床來裸皮蓋 在超級市場做藥行 又沒有紅刀 都撿回一條命 還想怎樣 撿回一條命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 你原本死了 零下三十度 六個小時 你說零下三十度 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其實零下三十度 沒有可能不死 零下三十度 我們先看看另外的判罪 讓大家知道多一點 蕭家俊我們剛才說過沒有 還沒說 蕭家俊判囚八個月 即是他不能選立法會 下一年 因為判多於三個月的人 在五年內是不能再參選 今年下年的立法會也不能選 至於李永達 民主黨的李永達議員 他也是判八個月 不過就緩刑兩年 但如果緩刑兩年 他有什麼事呢 他判了八個月 也是五年內不能選 也是五年內不能選 另外是王浩銘 大家來不時 在我們這一百都會聽到他的聲音 他也是被判八個月 他就沒有緩刑 沒有緩刑 要坐牢 這樣就不能選了 他被判兩項空罪 一個是煽惑他人公眾防擾 另一個是煽惑他人煽惑公眾防擾 各判八個月 但同期執行 這兩條罪我曾經說過 煽惑他人公眾防擾 就是我現在拿著麥克風 喂Michael 阿Ben 我們坐在那裡 沾領馬路 賴死不要走 這就是煽惑他人公眾防擾 如果我再說 Michael阿Ben 叫他其他人來 快點打電話 叫你老婆子女 你那些香蕉俱樂部的粉絲 一起來沾領馬路 那就是煽惑他人煽惑 這個分別 黃浩銘就是這樣 就要判監八個月 另外鍾耀華 就是學生來的 是學生來的 他也是被判了八個月 不過也有得緩刑兩年 是 就是這樣 暫時得知的 就是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沒有追蹤 我們都會告訴你 低耀廷和陳建文有十六個月 暫時追蹤是他們 坐牢 沒有緩刑 都預算是他們 朱耀明牧師是換刑的 大家可以猜猜 如果四眼診不是今天這個老樓的事件 他可能也似是差不多 應該是邵家俊 似八個月的那隻 老樓不是一個人 是老樓一個樓 葉樓就是一個人 老樓不是大樓 不是大樓 老樓 剛才你說過雪涼了 例如那些人爬雪山 你有看過一齣叫做Everest 有 是否死了一群人 然後吃屍體的那些 不是那個是Alive 好多年之前 Alive就是飛機撞到雪山 然後大家逐個逐個去看 如何生存 生存到最後 人吃人的那些 從哪裡吃起 屍體吃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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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死了一群人 真的吃屍體吃的那些人 死了沒有 死了 死了 因為整個機器落 有些人死了 那些屍體在雪地 也不會壞 不會臭 Everest 早幾年 早幾年是說 那些人去爬 叫做Everest 是 艾菲 不是 艾菲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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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中文 我忘記了那些翼 有個亂鬼 我就記得朱木朗瓦風 因為是朱木斯 又是維珍尼亞 朱木朗瓦風 跟艾菲斯山 不同 不是 風是其中一個 山是最大的 山是橫的 風是在山裏的 其中一個山峰 所以朱木就是朗瓦風 現在是換形的 朱木朗瓦風 如果你有看這些電影 即雪山 遇難 通常第一件事不要得的是什麼 第一件事在身體上 是黑的 腳趾 是的 通常是腳趾 所以糖尿也要腳趾 其實鼻也很危險 鼻或是踏出來的地方 好一點 但為何腳趾 為何腳趾 為何腳趾會變黑 為何腳趾會變黑 跟人沒有知覺 甚至會脫掉 有些人會脫掉 因為鞋子的保護不夠 不是 因為血管最軟的血 太軟了 近一點 但最原裝的解釋也不是這樣 因為人體那個 我知道腳最近雪地 最近凍的地方 也不是 如果直接解釋 人體的保護機能是這樣的 任何現在你原裝生出來的 保護你的東西 都是上天有好 總之你設計出來 他在任何情況下 都會向最需要在生命維持的系統 去保護 所以保護腦中間的 越遠的就是示威彈 所以當天氣越好 當你的環境變得很冷的時候 你的血就會選擇性 流向保護你生命的器官 最重要是你不再保護腦中間的血管 最重要是你的腦中 你的身體 選擇性地 那些最外邊的手指和腳趾 最先的血是不到的 所以慢慢慢慢 如果你一直不去保暖 那些血又去不到 之後就會變黑 就會壞死 通常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 大家自己又不懂得保暖 又或者沒有去留意的東西 走著走著 腳毛好像不太冷 其實已經沒有了知覺 但如果在很冷的地方 我試過 原來真的普通的鞋子 現在是不行的 那些冷是要一直冷上來的 你有沒有試過 所以要穿那些蝦 真的要穿保暖的 那些有毛蝦又有毛蜜 我現在三十多度 但我一看逃犯條例 我都會冷上來的 現在的逃犯條例 手指好像在掉下來 現在黑了嗎 我每天都在看 你每天都黑了 我已經兩三個禮拜 我還記得兩個禮拜前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現在很困難 我現在很辛苦 每天在看著那個條例 但感覺還是很困難 沒有說減退 因為他也沒有減退 他也沒有離開 不是 他有調節的 有少許調節 但那個調節 其實只不過是字面上 讓你們那些不太了解的人 讓他們以為異受了 但其實底部 底部也是一樣的 但你越來越害怕 就是他現在必要 是否也要走 那些 說就知道你死了 逃犯條例 是的 那些很害怕 你知道嗎 他有說香港要判七年華以上的 才當是 七年華以下那些不會去移交 有些事真的任何你所說 有些事真的 當然 大哥 你不要當我猛 我何必怕 我都會被判七年以上 他說你說是 你說是 做甚麼 還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原來 還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原來那把刀 原來這麼厲害 那把刀是可以砍盡所有的 就算說到自己多政治冷感 都可以砍到你的 你還未知 很多人都未知 我發覺這件事很恐怖 旁邊的人說 不關我的事 你做甚麼 你做會計 當然是關你的事 怎會不關你的事 所有跟大陸有關係的人都有關 可以沒有 但我說最關的事是甚麼 那怎會有關 你自己做老闆還是打工 你公司有沒有幫人做數 做會計書行就是幫人做數 幫人計算 你有沒有跟有中資背景的公司做 當然有 那麼多公司有中資背景 如果他們說你的數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說你做假數你怎樣 那便拿證據 如果他在大陸告你 然後大陸覺得有需要的 你回去審判又怎樣 而他也是有證據的 他說他有證據 然後他嘔了 我這樣就這樣 那你就糟糕了 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以後不做的事 不做的事就不要做老闆公司 那你做甚麼 那你做外國公司 我的公司都走了 這條罪一個 不是這條罪一個 外國公司散了 幾年後 甚麼都散走了 這樣嗎 我說你數街吧 對不對 你有沒有可能不去留意 其實是個個人都中的 我講了很多天 是個個人都中的 大家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睡著安心 你可以看 我還收到很多很厲害的內幕燃料 那又怎樣 你先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戒掉你的 好緊要的 兜口兜面 你無緣無故流了內幕燃料 你那些不是我那些 我的那些比較厲害 是嗎 你有沒有看到 內幕燃料 又說是誰給錢的 原來這樣 不過算了 我都不真那些 無謂講講 你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的那些很嚴重 許志安哥丹 嗯 心安 心安事件 誰給錢 然後買那些安心的東西 隨便 整個也是假 不是整個也是假 原來安尼 最終突然全部主角出來 其實我們是合作一場戲 就是為了令大家有一個 反思 娛樂系 對於私隱 事實真相 後真相時代 我覺得最重要反思是甚麼 最重要反思是 真的不關事 如果有人不斷罵他 對 你看看你們 對於政府 我們做得多壞都不罵 而我們這些藝人 小小這些東西 你就當是很大的新聞 反正這件事 跟你有關那些 跟你有關那些 我也是這樣 跟你無關那些 好像當自己媽媽出鬼 爸爸出鬼 沒錯 我覺得很神奇 我經常說娛樂有甚麼好說 就是因為不關你的事 還有我看了一張照片 不知道那張照片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說某周刊 拍到心詠 在家裡痛哭 抱著腳 形容他的動作 我都說我沒有興趣看 那為何他可以 是否說他偷刑 我也是很害怕 如果你記得很多年之前 已經說過 黎明都說 被人在那時他住在樂活道 拍過 是遠遠 那個鏡頭 是尖沙咀 尖沙咀拍過來 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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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到那麼遠 所以你說 神經病 那倒過來想 那你月球拍到 月球拍到 不是那些天文望遠鏡 月球拍到 是你現在一部 厲害的專業級相機 你其實拍到月球 你知不知道 那天有個朋友 你知不知道 我有個朋友 買了一部 國內的手機 給你看看多厲害 他說他家裡 樓上 不知道十幾二十樓 是不是華為 是 一路zoom下去 你知不知道 你zoom到什麼 zoom到 對面的公園 兩條牟利 下棋的旗盤 那隻旗子 行不行 在自己家 他們現在的 華為的鏡頭 公園的旗盤 那不是5G 什麼都知道 他是什麼都知道 誰知5G 是什麼都知道 因為有人試過 看那個路 經歷去哪裡 就經歷大陸的網 政府 什麼都知道 誰知是5G 很厲害 很害怕 但是現在的相機 剛才我說到什麼 你說在絲沙咀拍 來透 流活度 那些鏡頭 很害怕 所以 沒有想著回家 就好像沒事 但我說最可憐的是什麼 他的家人 回家也要戴面具 錯一次無端端 錯一次無端端吃 玩著吃沒事 那些人真的在他的Facebook 和IG 是真心罵 鬧錯一次嗎 對 因為他像樣 他當是 蘇永康吃 但蘇永康打算出來支持 告訴你不要煩 因為主角也說了 真正關係的 就是那四個人 我經常說完 一男一女 和一男一女 不交叉 與你無關 你裝什麼都得L 你自己的屁股不臭 那算了 那是黃心榮還是森美 森榮 姐姐是黃森美 其他有三個姊妹 又被人罵 就算不是做娛樂圈那兩個 她說了一句話 什麼風雨過後 又罵鐵風 那句話是沒事的 那句話其實不是很包庇 也不是說什麼 算了 你看那些留言 你全家都做雞 嘩大哥 很惡毒 不關他們的事 那些真的不關事 如果普普通通打一份工 每天都找幾餐 你不能罵他做什麼 證明很多人 基本上找人罵 基本上他很多怨氣 根本就是這樣 他根本就是找人 但他躲起來罵 你躲起來罵 你躲起來罵 引渡條例 這個星期日又遊行 為什麼不出來罵 要躲在網路罵 你不關事 在Facebook 在別人的留言包 你躲起來 自己發表 有多少人看到你 打飛機 沒有文化 躲起來 是白癡 戴著面具 你罵 你宣洩 你在主角 我也明白 我可以理解 大哥 人家那些不關事 禍不及家人 很可憐 其實不關你的事 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你可以評論 你不需要揍人家 全家十八代 全家做雞 不知道關什麼事 很可憐 很可憐 如果你反過來 你是其中一個姐姐的朋友 你會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死在你面前 才安樂 是不是要這樣 有突發新聞 什麼事 有突發新聞 這樣嗎 我們交給他們